DJI的最新的Avatar 2已经发布了 那大家想必也知道 我们就是去看这个可爱的小东西 但是呢 今天新加坡大雨 而且是全天不停的那种 所以本来应该会飞出很漂亮的那种体验的视频 那这下子 看看在室内会有什么表现吧 大家好我是Alex 今天呢我们来参加大奖的新品体验会 那会场呢是在这边的一个咖啡厅 应该就是这里 这边是另外一个好玩的东西 那这边是给媒体的朋友准备的一些小礼物 这个带子可以放帽子跟 感觉是一个水壶 真的是一个水壶 渐变色的 好 I guess hohoho hoho go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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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 goob 好 我給導演打一 這次 總要讓你讓超出了 的女生 這也是很不錯 這也是很不錯 好 大家好大家大疆的这个发布会呢 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们刚才认识了很多新的喜欢玩这个FPV的朋友 然后也见识了两位新加坡为了最好的这个FPV大神的操作 整体感觉下来呢 我觉得Avatar的二代 因为其实一代的时候我就对它很感兴趣 然后二代可以来说 它的操作是更友好 更容易多了 最让我感觉这个意外的是它的这个定价 在新加坡呢 它的定价是1379 也就是大概三块电池的这个爽飞套装呢 是在7400 7500人民币左右的这个价格 果实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 因为光它的这个眼镜 就是一个苹果的这个Vision Pro的一个缩小迷你版 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都可能要值4000块钱了 但是他们的整个套装才一共7500左右 当然我没有试过更多的一些复杂的这种花飞的样式 动作这些东西 但是呢 我感觉在拍摄的过程中 我是有很多的地方 其实完全可以经过练习之后 用这个Avatar 2去拍出一些很赞和炫酷的这种效果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价格区间上 我不出意外的话 是肯定会把它买下来去做一些更有意思的角度拍摄 那感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